作词 李宗盛 因为水的折射率比空气大 光线从空气进到水中折射角会变小 我们先画出法线 接下来考虑光线如果从A进到水D 会发生折射角比入射角大的情形 所以光线应该是从B进到水D中 这样才符合折射角变小的情形 再考虑光线从水D射到空气 因为空气折射率较小 会出现折射角变大的情形 所以应是走F的路径 我们可以比较题目与影片中的情形